萬歲 我說寄女孩子的房間不敲門可不行喔 這我當然知道 沒想到萬歲這麼沒有常識啊 開心 就饒了她吧 誰還沒跟小火苗上窜的時候呢 對吧萬歲 不過下一次可千萬要克制住啊 明明是你讓我去的 我覺得你沒準天生就有一種特殊體質 什麼體質 吸引十秒火力的體質啊 這已經是第二次了吧 不是我嚇你 你可能已經被十秒頂死了 你不去食堂吃嗎 我在教室吃就好 這樣啊 那隨你喔 最近要盡量避免和十秒碰上 現在回想起來 這還是我第一次進女孩子的房間呢 你的臉好紅 要不要去醫務室看看 幹什麼 我什麼也沒看見 只是上個廁所 應該遇不到吧 我的臭嘴啊 不是我嚇你 你可能已經被十秒頂死了 別吃我 別吃我 看他的樣子 已經不只是想殺人滅口了 怕是要錯過楊輝 對不起對不起 那只是個意外 我絕對決就不是故意的 我絕對天算是 你要是再靠近一步 我就從這裡跳下去 對不起 對不起 我那個時候沒多想 條件反射就 你傷得不重吧 不要緊 這個 就當做是賠禮 可以請你 原諒我嗎 謝謝 十秒不生氣了 還以為這次不是新死亡 就是腦死亡了 結果你看 這是什麼啊 餅乾 餅乾 難道是他自己做的餅乾 肯定是的 十秒真是心靈手搶啊 對 萬歲 你怎麼了 未決死亡啊 萬歲 昨天回去搶救了廳腳吧 現在肚子還好嗎 十秒拿手的生法毒餅乾 對心腦卸管系統的衝擊很不一般吧 啊 不過我妹妹也不是故意的 這真是她的特殊天賦 普通人頂多會把糖和鹽搞混 十秒可是連糖和洗衣粉都分不清的 有的時候現在連 啊 這麼小 怎麼說出來啊 你說的那些餅乾 全都吃完了 這是今天轉學過來的新同學 開玩笑吧 這明明是小學生啊 聽說他連跳好幾集呢 怎麼覺得 好像在哪兒見過他 啥 萬歲變小了 你偵探動畫看多了吧 真的沒騙你是我親眼看見的 一定是我妹妹的餅乾乾的好事 餅乾 十秒做的東西 天知道會混進什麼奇怪的材料 這次一定是裡面的東西傳生了化學反應 做出了能讓人變小的秘菌藥物 我這麼完美的推理絕對不會錯的 早安 你們倆在說什麼呢 這麼快就打臉 真的 你是萬歲的弟弟啊 對啊 萬歲 就是你送餅乾賠禮道歉的那個 餅乾 不是的 這件事情很複雜 那個餅乾 我好像連麵粉都用錯了 謝謝你 嗯 佳修非常喜歡吃 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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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出現了 你們快看啊 呃 呃 說來那個人會比軍权的人小兩號 我破案了 都反科學了 你在吵什麼呀 十分 十秒 啊 你的身體有什麼變化吧 啊 什麼變化 你也吃了那個餅乾吧 身體又哪裡變小了嗎 呃 我